第621章 修炼秘诀 王平安并不知道陆大山的纠结和痛苦 他送完钱 功德到账 心里边是美滋滋的 神农辅助系统一向很坑 但是即将信用 只要完成任务 或者是符合系统规定 奖励那是一分钱都不会少 趁着心情好 王平安又玩了一会儿直播 收获几百粉丝 但是这点关注度呢 离系统任务差得远 百味酒楼的朱老板打来了电话 想要王平安增加一点极品食材的供应量 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还想增加极品蔬菜的供应量呢 王平安都想给他断了货了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也有百味酒楼的股份 以及嫂子武攀春还在这个饭店里打工 极品食材早就断工了 因为王平安这一百多亩果园 只是在缝隙当中种了一些蔬菜 除了黑店的消耗 花溪大酒店也开始使用极品食材 那一点点产量哪够这三家分的 拒绝 果断的拒绝 都没有给朱老板解释的机会 朱老板眼看自己没有办法 只好放出杀手锏给王平安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我们百味酒楼的采购部武经理会亲自到你们农场拜访 敬请接待 王平安扫了一眼短信的内容 嘴角是扬起一丝不屑的笑意 你别说是武经理 就算是文经理来了 也没用 我的果园里都没有极品食材了 还怎么给你们供应啊 果园鸡还有最后几百只 以后也不准备饲养了 因为他们身上有点气味 对居住环境有影响 大鹅还有几十只 但是这个绝对不能卖 平时他们很凶 可以对付老鼠 黄鼠狼 毒蛇等等小动物 甚至连大黄狗都怕被他们围攻 更重要的是 大鹅的味道不错 偶尔做上一份铁锅炖大鹅 能把村子里的小孩都馋哭 至于农场外边的几个池塘 还有一定数量的野生鱼 但是鱼苗是刚刚撒上不久 还不能劫责而渔 反正不管怎么说 极品食材就是紧缺 谁来也不行 五经理 这个姓氏有点奇怪啊 似乎有些耳熟 但是一时又想不起 哪奇怪 王平安干脆懒得想了 老子就是不提供了 你能咋地 大不了 我不要百味酒楼的股份了 就像以前购买自己水果的 两家水果连锁公司 自己干脆利落地拒绝他们之后 哪怕老板亲自上门 王平安也躲着 几次之后 对方就消停了 王平安觉得 对付百味酒楼 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 晚饭之后 众人极有默契地走到果园深处 进行修炼 今天灵气平稳 王平安 练气七突破在即 所以王平安也是跟着大家 一块进入了果园深处 坐在一旁 扮椅在一株香蕉树上 静静地守护 看着微缺的月亮 王平安心有所感 迷迷糊糊 神魂从体内飘了出来 顺着清风 朝着天空当中的月亮飞去 只是飞了几十米高 王平安就觉得一阵拉扯力 从地面肉身处传来 他这才惊醒 茫然四顾 这才发现自己 竟然已经神魂出窍 正式进入了凝神起 刚刚凝现的神魂 极为坚韧厚实 犹如真人一般 漂浮在半空 不惧狂风 不惧凶琴 犹如仙人一般 遇风而行 找回一次做仙人的感觉了 王平安自嘲地嘀咕一句 神魂一晃 瞬间是返回肉身 这时候 王平安才感觉到 四周灵气疯狂地涌进身体里 这是一种境界晋升的感觉 小境界晋升 王平安都麻木了 只有这种大境界晋升 才能让他有一种愉悦感 四周的人 无奈地停下修炼 静静地看着 王平安的晋升表演 只要王平安一修炼 这些人就没有办法修炼 因为四周的灵气浓度 完全不够 王平安一个人吸收的 特别是王凤夕 本来只差一点点 就能突破了 就能正式进入修炼者的行列 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 哥哥王平安竟然先突破了 疯狂地灵气波动 打乱了他的修行节奏 臭哥哥 说好的给我来护法的 结果自己先晋升了 王凤夕是不满地 撅着嘴 目光却紧盯着他哥哥 看他晋升时的变化 随着灵气涌入 王平安的气息 也是越来越强大 进入凝神期不但神魂强大 肉身也是跟着受益 王平安的压制过数次的肌肉疙瘩 再次冒了出来 碰碰碰 他身上的衣服 被这些新冒出来的肌肉疙瘩给撑爆了 此时的王平安 像是变身之后的超级赛亚人一样 肌肉发达的不像正常人 我的天哪 好大呀 许晴眼睛放光 盯着撑破衣服之后 露出肌肉的王平安 这比世界健美冠军 还夸张的肌肉 对视觉的冲击力太大了 肌肉对一个修炼者来说 并不是什么必需品 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属性 但是在战斗当中 强大的体魄 无疑更具战斗力 王平安皱眉 自己明明在修炼炼身功法 怎么又把真正的肉身状态释放出来了 这种状态 哪有一丝仙人气质啊 唉 都是金刚素体丹的副作用 王平安睁开了眼睛 直发愁 由于身体在晋升的时候 一瞬间吸收太多的灵气 这样的肌肉太结实 太坚硬了 想要收缩回去 必定是千难万难 老板 你是变形金刚转世吗 秦小瑜第一次看到王平安这种形态 目瞪口呆地问道 别问 问就是晴天柱 王平安愁苦地回了一句 还晴天柱呢 你是一柱晴 哎 老板说啥 就是啥 秦小瑜及时刹车 不然就有可能翻进悬崖里 因为这里的几个女人可不好惹 王平安懒得搭理秦小瑜 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站起来之后 随手把破烂的衣服系在腰上 不至于裸奔 我修炼好了 你们继续 王平安进入凝神期 精神状态极佳 目光如电 就算是夜里 也能看清楚每个人的表情变化 二宝 你突破境界也太快了吧 有什么秘诀吗 我都卡在练习七七层 好久了 顾清成用不太擅长的撒娇语气问道 没什么绝交 天道酬勤 只要努力修炼一定会收获的 王平安是一碗毒鸡汤泼了出去 就算不喝也能淋上一身 每天修炼超过十二个小时的顾清成 默默地瞪了他一眼 老老实实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开始了修炼 还是王凤夕看不下去了 撇嘴嘀咕道 哥 我可听说了 整个果园就你最懒 整天抱着手机 不是看小说 就是看电影 每天的修炼时间都不足一个小时 胡说 这是造谣 我每天明明修炼一个半小时的 王平安是严肃地解释道 第622章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每天修炼一个半小时的 真勤奋平安局势 再次刷新了众人的修炼官 他这一今生呢 让很多人的修炼变得是没滋没味儿 就连王凤夕进入练习期一节 正式进入修炼者的行列 都没能让人再提起一点喝彩的兴致 包括王凤夕本人 那都是无精大采的 哥哥王平安的朱玉在前 自己这点小小的修炼成绩就像是沙尘一样可笑 没有一点炫耀的价值 王平安对于众人的反应呢 也早就习惯了 等妹妹修炼到练习期一节之后 见她没啥问题 就悄悄返回卧室 准备睡觉了 今天修炼的时间足够多了 又已经进入到了宁神起 最近一段时间 没必要再努力修炼了 睡着之后 迷迷糊糊 进入了梦境 一位身形高大的白须老者 背着药篓出现在王平安的面前 王平安惊喜地喊道 师父 您老人家终于现身了 我通过系统 怎么得不到你的回应啊 平安无妥 你的神魂终于凝湿一点了 勉强算是修复成功了 这样 我才能够更方便地 跟你交流 那个神农辅助系统 必须要经过天道规则中转 再加上你神魂太弱 平时交流太费力气 所以才懒得搭理你 太费力气 就不搭理你最可怜的小徒弟了 这是什么破理由啊 算了 先说正事 快点给我几本无上仙术 再给我几百件仙器 我在人间太难了 要功法没功法 要法宝没法宝 经常被人欺负 王平安看到神农士出现 立即扑了上去 抱紧对方大腿 生怕师父没解决自己的问题 就再次消失 仙术没有 仙器也没有 这不符合天道规则 以人间界目前的情况 就连最弱小的仙器都能引起空间塌陷 堪比天灾 这些都没有 那还有什么意思 那我还怎么返回仙界 王平安是失望地抱怨的 神农辅助系统 是我和天道意志交易的产物 是你重回仙界的机缘 可你对他的重视程度 依然不够 别的我无法对你明说 但你一定要多赚取功德 多赚取功德 多赚取功德 重要的事情 我必须说三遍 我对系统很重视啊 功德我还在努力赚取当中啊 王平安是弱弱地解释道 远远不够啊 人间界正处在一个 呃 不能说了 收到天道的警告了 你必须自己把握住机会 在天道意志的允许范围之内 我会多给你提供一些高品质系统奖励的 我最缺的就是能够立即飞升的仙术或者立即成仙的仙丹 王平安的话还没说完就觉得手中一空 师父神农士已经消失不见了 王平安是目瞭口呆 还没等抱怨什么梦境就消失了 同一时间他也是睁开了眼睛 细细回忆这次梦境 王平安对神农系统又多了一层了解 也知道为啥无法通过系统跟师父交流沟通 原来是有天道意志在监视着 很多话是不方便说 而且因为自己的神魂太弱 交流太过困难 师父神农士懒得交流 这次梦境让王平安知道功德的重要性 这也是师父重点提醒三遍的事项 绝对不会忽视的 至于师父最后那句没说完的话 王平安通过阅读理解填空隐约明白 人间界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变化时期 这个时期机会很多 需要自己把握 哎 没仙术没仙气 我该怎么把握呀 愁啊 王平安嘀咕一声 翻了一个身 继续呼呼大睡 第二天一大早 王凤夕要返回学校 王平安本来打算要送他回去的 不过刚把行李放到车上 五盼春就带着田田来到了农场 二宝叔叔 我好想你呀 田田是一口气跑了过来 扑进了王平安的怀里 小丫头又长高了 由于在城里生活条件好 模样也是越来越漂亮 只不过他已经开始掉牙了 有点影响美观 田田怎么来了 今天不上课吗 王平安把他抱起来 问他的同时 也是望着穿着一身工作装的五盼春 今天学校有演出排练 田田没有参加 我就带他回来看看 顺便我也办点公务 毕竟我现在已经是百味酒楼的采购部经理 五盼春微笑着解释道 你就是百味酒楼的采购部五经理啊 怪不得昨天猪虫酒跟我说的时候 我总觉得在哪听过呢 王平安苦笑一下 拍了一下脑门 猪老板也是没有办法了 才会把我安排到这个位置上 极品食材做出的菜肴 已经被人炒上了天价 也是百味酒楼的招牌菜 哪怕一桌只上一道菜 顾客依然是络绎不绝 预约订餐已经排到下个月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呀 王平安解释着 一看这情形 估计送不了妹妹了 于是喊来秦晓渝 让他去送妹妹到学校 秦晓渝自然没有二话 帮老板办事 这是他的分内之事 不过王凤夕却是不大乐意 心里不痛快 表面上没有说什么 就逗了田田几句 又跟武判春打了一声招呼 这才坐车离开 王平安把他们母女二人带到客厅 给武判春倒了一杯茶 给田田拿了一些水果和零食 随便聊了几句家常 在此过程当中啊 武判春是一直诉苦 说食材不够的事情 王平安没有办法 只好带他们去果园 并允许武判春拍照拍视频 让他把果园里的实际情况 发给猪虫酒来看 在果树中间的空地上 很多蔬菜刚刚出芽 连幼苗都不算 只有零星的一些素生蔬菜 隔三差五长成一片 你看到了吧 就这些蔬菜 怎么给你们供货啊 别说你们了 我的黑店都要关门了 没有食材我也撑不住啊 我听说你把所有的极品食材 都提供给了花溪大酒店了 是啊 毕竟这是发展花溪镇旅游业的关键 不提供给花溪大酒店 我还能提供给谁啊 我连粉丝们最爱的黑店都不做了 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我的决心吗 那我知道了 武判春叹了一口气 知道这是最终结果了 以前还能靠着点关系 多申请一些极品食材 现在连王平安自己的黑店都要关门了 那自己还能说什么呢 第623章 明明是三个 王平安的真诚表现 让武判春无话可说 向朱虫九报告之后 就带着王甜甜离开了果园 去给孩子的爷爷奶奶上坟 这老两口啊 平时也不见有多恩爱 走的时候 却是整整齐齐 同住一个墓穴 武判春偶尔失眠的时候啊 想起这些事情 竟然有一丝羡慕 因为他结婚这么久 前夫几乎整天不在身边 上次回来了 竟然已经失去了男人的特征 这样他彻底失去了希望 后来啊 他带着孩子 离开了村子 但是那个不靠谱的前夫 却失踪了 留下一张字句 说是被一位世外高手收为弟子 等学艺有成之后 就会风光归来 可惜啊 他等不到了 公公婆婆更是等不到了 几张纸烧完 武判春带着甜甜 在坟前磕了几个头 然后平静地离开 妈妈 这坟里埋的是谁啊 你爷爷奶奶啊 哦 那你为什么把爷爷奶奶 埋在坟里 是因为他们以前 对咱们不好吗 不是 是因为他们死了 所以才埋在坟墓里 爷爷奶奶 是怎么死的 年纪大了 自然会死 上一年 我不是向你解释过了吗 啊 是吗 那可能是因为我忘了 王天天的已经有点记事了 总觉得爷爷奶奶的死 没有这么简单 印象当中 似乎隐隐约约 有一片血肉模糊的画面 但是妈妈这么解释 他也没说什么 毕竟他还只是一个 六七岁的小孩 走吧 我们回城 武判冲又扭头 看了一眼远处的坟墓 对女儿说道 不 我刚回来 还想找妞妞 二鸭 月月他们一起玩呢 都快晌午了 你再玩一会儿 就耽误咱们回城吃午饭了 不耽误 二宝叔叔说了 中午让咱们在他家里吃 唉 武判冲是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该怎么向女儿解释 正是因为想避开王平安 才急着回城的呀 王平安家里已经有两个女人了 自己一个寡妇 呃 就算是寡妇吧 带着一个孩子 整天在他家里吃饭 这算什么事啊 寡妇门前是非多 真是不想整天往他家里跑啊 可是 看着女儿王田田那可怜兮兮的目光 她心里边不忍受 鬼使神差地点了一下头 答应了下来 哦耶 太好了 谢谢妈妈 王田田欢呼一声 冲向村子里的那群孩子 那是她曾经熟悉的小伙伴 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大半年 依然非常的想念他们 很快 几个孩子的欢笑声从远处传来 看到这一幕 哪怕心思再复杂 武判春也舍不得把女儿再叫回来 于是他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跟路过的几个村里人说了几句话 就不好意思再站在路边了 吆喝女儿一声 让他再玩上一会儿 就自己回去 然后呢 就往王平安的果园里走 此刻 许晴和顾清成已经是结束修炼 正一左一右 陪在坐在桃树下看书的王平安左右 一个人给他端茶 一个人给他送来点心 哪怕王平安看小说入迷 顾不得吃 也会有人包好了干果 往他嘴里塞 然后许晴就会趁机 把刚刚泡好的铁观音 往嘴里灌上一口 刚刚进入凝神期的王平安 觉得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 什么仙缘 什么功德 都是浮云 呸 不对 自己绝对不能沉迷于 俗世的诸多幻象 刚回到果园的武判春 愣了一下 说道 二宝 你们忙着呢 没有打扰你们吧 我刚上完坟 特意过来跟你说一声 我和田田 这就回城了 急傻 等吃了午饭再回吧 王平安刚好看完最新的更新 收了手机 趁机避开二女的殷勤伺候 那多麻烦你们呀 嫂子 你看看 你太见外了 小情 清城 你们快陪嫂子说会话 我喊蛇娃做饭 不耽误他们下午回城 王平安说着 走向果园的修炼区 蛇娃来往站尾 一直在那边努力修炼 作为一个啥都不懂的农村人 哪怕没有修炼天赋 但是在充足的灵气下 和纯净的修炼之心下 进展也不算太慢了 蛇娃目前 练气期八节 来往站尾 都是练气期四节 没修炼实战招数 一直努力提升境界 极为专心 王平安看到他们刻苦修炼 心中颇为欣慰 因为每提升一阶 他们的力量和速度呢 都会增加一阶 这样能够更好的 为农场干活 效率更高啊 别练了 蛇娃 赶紧回去做饭 今天田田 还有他妈妈在这吃饭 你多做几个菜啊 王平安交代道 好嘞 老板 我练完这个小周天 就收工 蛇娃回答着 手上动作不停 依然在小心谨慎的修炼 王平安答应一声 不再打扰他们 返回了桃园 这时候 大门外传来路大山的声音 二宝 在家呢 我还没到过你家呢 特意过来拜访一下 路大山提着一堆礼物 带着灿烂的笑容 从农场大门走过来 哟 来就来了 还带什么礼物啊 太客气了 王平安说着 赢了上去 不管怎么说 两人没有大仇大恨 一点小问题 在村子里啊 那都不是事 既然人家带着礼物 登门拜访 那已经是变相道歉了 还能怎么着啊 总不能接过礼物 把他打上一顿 再把他赶出去吧 王平安觉得自己是好人 干不出这事 最多呢 只会在心里想一想 王平安接过礼物 把路大山带到别墅客厅 路大山从外边 打量这栋别墅 已经觉得极为豪华了 进来之后 这才发现自己的估计 再加上三五倍 才是这栋别墅的 真正豪华程度 而且啊 客厅里坐着三个漂亮女人 正在说笑 那美貌 让整个客厅是光芒万丈 要得路大山 几乎睁不开眼 许青和顾卿成就不说了 他们的美貌 无论在哪个地方 那都是顶尖的存在 而武判春呢 虽然已经是生过孩子 但是模样天生地质 身段极好 而且啊 今年只不过二十六七岁 处在人生风华正茂的时候 像是熟透的桃子那样 惹人沉醉 这让他想起来 自己来之前 父亲陆爱民交代的事情 说王平安的别墅里啊 住着两个超级漂亮的女朋友 见到之后 千万别失礼 因为这两个女人的来历背景 更加可怕 他们来投资的时候啊 整个镇子里的机构 都是围着他们转的 鲁大山觉得父亲说的不对 这哪是两个啊 这明明是三个好不好 第六百二十四章 想当爸爸 陆大山不认得武判春了 是因为他的变化太大了 只是换了一套时尚得体的衣服 已经让他从贫穷的村姑 变成了都市美妇 这三个女人正在聊天 也都不是怕生得住 见王平安把他带进来 落落大方地打了一个招呼 还特意聊上几句 免得客人太过尴尬 陆大山明白 昨天可能是得罪了王平安 一直听村里人说他有多厉害 但是心里呢 依然不太服气 想借着拜访的名义 探探他的底 果园看上去是平平无奇 别墅倒是有模有样 倒是三个女人 把他给震惊了 果园他能承包一个更大的 别墅呢 他也能够盖一栋更好的 可是这三个女人 他觉得自己真的是难以驾驭 平时在打工的厂子里 连见过类似水准的都没有 差距 这就是差距呀 经过一些简单的客套话之后 陆大山是终于忍不住说道 二宝 现在外边的生意 很难做呀 听村里人说 你的果园生意不错 有什么诀窍 传授一下 哪有什么诀窍啊 果子接出来 想办法卖掉就行了 王平安是真诚地回答道 一百多亩的混杂果园 一年能卖出几百万 还全部捐给村里修路 陆大山的是一百个不相信 这个可能是我果园里的果子味道好 所以卖出去的价格呢 也高一点点 赚的钱呢 自然会多一点点 陆大山很想继续追问下去 问他水果的价格到底有多高 就在这时候 蛇娃站尾来往三人修炼回来 额头上带着汗水返回了别墅 他们都认得村子里的同龄人 看到陆大山出现在这里 颇为惊奇 毕竟啊 他们也是听说陆大山混得不错 办了一个小厂 还开着宝马回来 是有钱人了 以前在村子里啊 彼此也玩不到一块去 必须两类人 现在他们竟然来拜访王平安 肯定听到什么消息了 不管以前怎么样 现在这三人 自从修炼之后 自信满满 一点都不怯场 大山来了啊 听说你在外边发了财 开宝马回来了 是不是要请大伙喝一场 庆祝一下 来望招呼道 哎 哪里发财了 只是赚点辛苦钱 跟二宝一笔 差远了 对了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陆大山不知道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傻 望着来望蛇娃和战伟三人 战伟比较憨 有啥说啥 随口回答道 我们是农场里的员工 一直帮二宝打理果园和菜地 不在这儿 在哪儿啊 啥 你们居然在二宝的农场里打工 这个挺意外的 陆大山在王平安这儿是闷了一肚子气 又不敢发作 只好消遣一下其他同龄人 想从他们的身上找回一丝优越感 可惜啊 三个人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特别蛇娃 居然还微微一笑 说道 在农场里打工算啥 我还兼职厨师呢 我爸妈知道这事 还特意嘱咐我 让我在这儿好好干 真有你们的啊 不过哪天要是不想在村子里待了 可以去我的厂子里看一看 不管怎么说 毕竟是在大城市嘛 陆大山小了起来 在王平安这儿讨不到便宜 但是可以吊打其他同龄人 心里还是得意的很啊 不去 我们喜欢农场 哪都不去 三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 拒绝得极为干脆 同时啊 目光有些不善 扫过陆大山的单薄的身体 似乎在考虑 要不要打他一顿 这不是开玩笑吗 自己刚刚找到修炼的门路 在王平安的农场里 有吃有喝还有工资 还能就近照顾家里人 脑子有病才去外边的大城市 大城市资源多 环境好 我呸 我只问一问 有灵朝节点吗 你啥都不知道 就想挖墙角 不是找抽 还是怎么着啊 王平安瞅了瞅 陆大山 目光里满是疑惑 心说这货有没有精神病 又不曾犯傻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傻话呢 当面挖我的员工 你是想找打吗 我忽悠来三个员工 我容易吗 他们都修炼了功法 力大无比 一个人可以当十个人用 他们要是走了 我的野生鱼谁帮我喂 我的果原鸡谁帮我养 我的极品蔬菜水果 谁帮我打理啊 大山 时候也不早了 我就不留你了 哪天有空啊 我再喊你过来吃饭 王平安说的是极美诚意 非常的敷衍 连情商和智商都不高的站位 都听出来了 陆大山 那是在外边打工了好几年 社会经验丰富 一听就明白了 自己呢 无意识的显摆 又把王平安得罪了 现在人家直接赶人了 哪好意思再停留啊 于是联盟站起来 向众人告辞 离开了王平安的神农果园 这时候 王田田也回来了 钻了一身的泥灰 新衣服还挂破了一个小窟窿 被武判春逮到 好一阵教训 王平安装作看不到 依然盯着手机看 哪怕田田发出求救声 也是懒得理会 小孩子嘛 就带父母时常教育 不然总是不消停 用村子里的话说啊 那叫三天不打 上方接瓦 你看看 王田田被母亲修理一顿之后 顿时老实了许多 脸上挂着泪珠 一抽一抽的凑到王平安的面前 宝叔叔是个大坏蛋 都不喜欢 田田了 刚才妈妈打我 你都不帮我求情 新衣服弄脏了 挨一顿又怎么了 妈妈辛苦上班 让你上学 给你买新衣服 半天没过去 就脏成这样 还挂烂一个小洞 我要是你爸 我也打你 只要这孩子啊 不是被虐待 正常的父母管教 王平安呢 是一点都不会心软 哼 我把你当叔叔 你居然想当我爸 我这就告诉我妈妈去 王田田是气坏了 逮到王平安话当中的一个漏洞 就跑到客厅一角 向妈妈告状 武判春刚刚修理完孩子 正被许清和顾清成劝说着什么 说孩子还小啊 其实田田已经很乖了 挂破衣服啊 只是不小心之类的 几番言语劝慰 他心里的火气已经消了 就在这时候 却见王田田气呼呼的跑过来 告状道 妈妈 二宝叔叔是坏蛋 竟然想当我爸爸 还说 要是当了我爸爸 也想打我一顿呢 三个女人顿时时 瞪大了眼睛 表情各异 目光不约而同的 望向王平安 第六百二十五章 两个女人的心魔 武判春是面颊飞红 听到女儿的告状 不敢面对王平安 于是又把他打了一顿 让你胡说 让你胡说 二宝叔叔 我真要打你 那也是因为你淘气 妈妈才不会帮你呢 妈 我没胡说呀 不过 我想清楚了 他要是当我爸爸可以 但是 不能打我 你 你这孩子 还敢胡说 我 武判春是慌浪了起来 还想狠狠收拾王田田 却被许青和顾情成拉住了 虽然打得不疼 也没下狠手 但一直打孩子 也不是个事 况且 还是在人家家里 见被人拉住 武判春才借机停下 累得气喘吁吁的 胸脯起伏 煞是迷人 哎 这何必呢 这是何苦呢 作为罪魁祸首 王平安是一点无辜的 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这才重新把目光 转到手机上 幸好 这时候蛇娃做好了午饭 喊大家一起来吃 在餐桌上 来望战尾蛇娃 没少奚落前来挑事的陆大山 甚至憨直的战尾 当场表示 要去偷偷打他一顿 王平安是白白手 制止了大家的鲁莽行为 身为修炼者 没必要整天跟普通人计较 如果看到对方不顺眼 就去打一顿 那就太没谱了 和修炼者高高在上的气质不相符 要打就狠狠地打 打得对方惧怕 不敢再闹事为止 这样才能保持长久的安宁 午饭之后 心中依然慌乱的午盼春 这才带着女儿王甜甜匆匆回城 哪怕没人再提饭前的话题 她是依然羞得抬不起头 总觉得王平安的目光 一直在偷偷地盯着自己看 王平安没有亏欠王甜甜 要他多揍一顿 却给他带了许多礼物 在外人那卖出天价的水果蔬菜 在这儿呢 就是迎来送往的普通物品 哼 甜甜生气了 给我再多的礼物 我也不会原谅臭二宝叔叔 王甜甜是依然生气 坐上车之后呢 还气呼呼地冲王平安抱怨 谁让你原谅了 顽皮精 以后再不听妈妈的话 就不让你来果园了 王平安是笑眯眯地威胁道 这个王甜甜顿时紧张起来 这个威胁对他来说有些严重 而这时候呢 武盼春已经起步 大众叫车缓缓驶离果园 许晴和顾清成作为农场的女主人 也跟着王平安送行 站在农场大门口 冲他们挥手 直到车子跑得没了影 许晴才突然凑到王平安的耳边 神秘兮兮地说 二宝 你一直对我和顾姐不冷不热的 却盯着盼春嫂子两眼放光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他那种 少妇类型的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王平安是极力否认 开什么玩笑 只是多看他两眼 你们就瞎想 太扯了 口是心扉的坏男人 你要是承认 我们也可以变成他那样的少妇 许晴 顾惑道 哎 你们怎么变 王平安惊讶又好奇 随口问道 看 刚才还不承认 现在露馅了吧 不过这事很简单 我也不打算瞒你 只要你和我们各生一个孩子 我们不就变成少妇了吗 而且啊 比盼春嫂子还漂亮一点点 哼 真会想 王平安扭头就走 懒得跟他们继续聊下去 喂 你到底答不答应吗 许晴突然发起袭击 跳上他的背 让他背着走 不答应 尚未成仙 儿女情长的小事 绝不考虑 会耽误我修行 王平安给出了拒绝的理由 你天天看手机 就不耽误修行了 你每天少玩手机半小时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而且 我们可以主动 不耽误你看手机的 王平安听不懂许晴的意思 什么主动不主动 能不耽误我看手机吗 你说话呀 你到底答不答应 许晴是步步紧逼 王平安宁愿背着他走 也不答应 而顾清诚是紧张的跟在旁边 出于一贯的冷傲性格 不会多说一个字 但是呢 却心神全在他们两人身上 可恶 连这个都不答应 我们爱的太卑微了 我们会生气的 我们会一清别恋的 我跟你说 有好多男人追求我们的 别乱想 好好修炼 如果有一天 我修炼成仙 而你们还在凡间 今日种种 又有什么意义呢 刚刚灵气复苏 你就想着成仙了 两个女人都震惊了 怪不得她不愿意 跟自己有进一步的 深入互动 原来早有成仙的念头 这对于大多数修炼者来说 这个念头太过高大 也太过虚幻 人活着要是没点理想 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啊 王平安一脸庄重严肃的说 你就是一条咸鱼 两个女人是异口同声的说道 语气有些不善 到手的唐僧肉 竟然因为理想不同 眼看就要吃不着 谁能有好心情啊 我 不是 王平安有些心虚 竟然没有底气辩驳 因为他的梦想 以及他的生活状态 像极了一条咸鱼 你就是 哼 我们姐妹不会放过你的 哪怕你以后成仙 在成仙之前 我们也要把你抢到手 许青史信誓旦旦的 暴露了她的野心 顾清诚 也顾不得骄傲 附和道 嗯 这就是我们姐妹的执念 你等着接招吧 说完 两个女人是战意高涨 向王平安正式宣战 王平安目瞪口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下子 怎么就惹及了两个女人呢 看她们的精气神 好像非把自己那啥 才能念头通的 搞不好 以后修炼的时候 会因此产生心魔 修为境界 从此再难晋升 而自己 就是那个罪人 看到两个女人是气呼呼的 冲进别墅 王平安犹豫了 后悔了 早知道如此 刚才应该给她们 留上一点希望的 唉 大不了 自己就装作不敌 让她们得逞一次 古有佛陀 割肉四婴 今有我平安居士 舍身四虎 刚想到这儿 就听到天空传来一声 变异 傻雕 尖锐的思鸣 血染赤鱼 全身是伤 带着一股子 浓重的血腥味 在天空是摇摇欲坠 看到了王平安 这才一阵放松 扑通一声 摔到她的面前 主人 救命 我被人 袭击了 变异金雕说话 还是不利索 但是表达没啥问题 基本上呢 能够把事情说清楚 看到奄奄一息的变异金雕 王平安一无脸 满是不解 为什么你整天受伤 你到底有多遭人恨啊 唉 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 看会儿小说 玩会儿游戏 这点小小的愿望 就无法满足吗